那Click是点了之后就触发 那Change的话呢 就是改变里面的选项 比如说它本来有点 变成没点 它才会去触发这个事件 所以呢 我把它写在Change里面 特别注意 第一个 就是在Change 把事件改成Change 那比如说呢 我这个地方Option1 它的事件是Change 那我要怎么去让它的程式 在这个地方呢 被触发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这地方 记得它再把它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判断如果这个Option1 点Value等于True 这个Option1 也就是说呢 里面呢是被点选的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呢 假如它现在没有被点选的话 那就里面没有的话呢 那就不能执行底下的程式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用呼叫 呼叫什么 呼叫副程式 那因为我这边有个module3 那可能你们是在module 其他的名称 那我要呼叫什么呢 呼叫这个sub 那我就用call的方法 直接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 直接呼叫 这一个call西元转民国的 这个sub 那同样的方法的话呢 我在那个Option2的地方 也是一样判断一下 如果OptionButton2 点Value 它里面的值 等于True 也就是说里面呢 有被选取 那我就呼叫什么呢 呼叫民国转西元的这个sub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发现呢 点下去其中一项 它就不会因为 你选的 它只能单选 就没有 不太可能 有产生错误了 几乎应该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防止错误 那你多点几次 应该我刚刚试了几次 都没有错误产生 OK 那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在这个上面建一个表单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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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